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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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前面已經交代過 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裡面 所著受用的學校課程結構 有哪些重點之外 我們現在來簡單的談論一下說 十二年國教裡面另外一個重點 核心素養的轉化 然後所涉及的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課程理念 對於校本課程發展的意義這樣子 首先我們談論到何謂素養 所謂的素養就是有能力 而且有意願 在生活之中去積極行動的人格特質以及態度 更重要的是說在情境脈絡之中 藉由互動所體現出來的實踐活動 其實這個素養並不是一個新創的詞 如果你有回顧到心理學家布魯納 早期他就曾經引用壞的教授裡面 根據偉士字典的看法 素養包含了說 視性的能力或才能 包含說能力、接受力、有效力、熟練 以及技能等等的面向 基本上人類一個最大的特點是能夠學習 所謂的素養 歷史就涉及到你學生最終學習到什麼重要的東西 是帶著走的能力 涉及到終生的發展 所以說素養跟學習的關係意味著說 當我們考量到素養的學習 也是意味著說從老師單向的教 到重視學生的學的面向 當然我們那個蔡清田老師提醒我們說 素養是個體為了發展一個健全的整體 必須因應生活情境需求 學習不可 勸缺的知識、能力跟態度的整合 基本上有四個特質 第一個素養比能力更要寬廣 特別是強調全方位的素養 第二個素養是知能之外 再加上以前九年一貫 基本能力所沒有強調的態度 跟誠意面向的那種價值判斷 第三個是素養包含了知識、能力跟態度 多層次之間整體性的協調 以及第四個素養的理念、構念、意涵 可以擴集到終身學習、社會公民責任之間 與社會密切的融合 當然說我們UNESCO裡面也是特別強調 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這也是我們從基本能力發展成 核心素養裡面想要重視的 因為人生是一堂沒有結束的課程 在UNESCO裡面強調五大學習支柱裡面 認為說我們素養在終身學習裡面必須要 學會學習如何認知 學習如何動手做 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學習如何自我實現 以及學習如何學習 另外OECD也曾經提出來 關鍵核心素養 DSECO的架構包含三維的理論 包含說認為說面臨新世紀的人類必須要 國民必須要學習重視三方面的素養 包含說第一類能夠使用工具進行溝通互動 第二類能夠在社會意識性團體之中去參與活動 以及第三類能夠自主的行動 基本上OECD認為說在素養裡面是強調知識跟技能 以及態度跟價值之間彼此之間 像不是三條平行線 而是這些線條可以彼此糾纏 彼此纏繞 變成我們的素養 而且引導我們的行動 然後我們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課程改革 然後提出一個核心素養的理念 裡面基本上就參照這些學者的想法 你們有沒有看到跟Disseco很像 自發互動共好這三個面向裡面 基本上這個核心素養在十二年國民教育裡面是 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代生活 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跟態度 基本上核心素養強調學習 不以學科知識和技能為界限 而應該關注學習跟生活的結合 並自立透過時間例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能發展 另外根據國教院的版本裡面介紹 核心素養其實就像是能力的神級進化版 並不是說我們現在換成核心素養 以前能力就可以丟到一半 另外是核心素養它豐富跟落實 能夠豐富跟落實以前能力裡面所缺乏 重視那種情義的變相 所以基本上就豐富的面向來講 它可以擴談學習主義的情義態度 情境學習、學習策略、整合活用的地方 落實的地方可以透過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那種學習重點 領綱核心素養、領綱學習重點裡面 或是一體融入裡面去做 幫助我們做整體性的規劃與落實的考量 基本上在總綱裡面幫布了說 以終生學習者為核心 強調三個面向包含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以及社會參與三大構面裡面 每個構面各有三個規準的那種核心素養 幫助我們提醒我們思考 十二年國民教育裡面的課程發展 要強調涵蓋這些面向的素養的學習 那也意味著我們校本課程的發展 也要考量到說我們今天校本課程的發展 從學校願景、學生圖像 我們的學校總體課程目標 學校課程方案、課程的實施、課程的評量 除了知識性跟技能的學習之外 有沒有反映到這些A1、A2、A3、B1、B2、B3、C1、C2、C家 核心素養的培養 這些面向包含說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以及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以及C、社會參與的面向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志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基本上我們12年國教總綱裡面強調 校本課程發展必須要體現三邊九項的核心素養 另外我們剛剛講到核心素養除了總綱之外 也會考量到我們各個學科、學習領域裡面 如何根據總綱三邊九項 配合每個不同學科的理念目標 跟知識結構的學習重點裡面 去規劃出領剛核心素養 在領剛核心素養跟每個不同領域學科的理念目標 學習重點之間的相互學商討論之後 根據這三個要素的協調 我們進一步去規劃 期待學生學完之後 在認知情意技能方面的整合 可以學習到哪些學習表現跟學習內容 會探討不同領域可以學習到的東西 基本上領域學習重點裡面 強調與核心素養搭配 所以強調說在這些核心素養裡面 我們還是要如何結合核心素養 去結合那種不同領域的學習重點裡面 去培養學生真的能夠學到 學習表現跟學習內容 所謂學習表現的學習 包含說學習者面對生活環境、議題與情境 所展現的能力、態度與行動 所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涉及 認識的內探索世界累積的系統知識 以作為解決問題過程中的必要基礎